海淳室 基隆海淳隊長野保 是頂準檢查一台中國大陸的疫情 雖然聽說五個隊員 是給中國大陸的順管 這樣夾齊五點半 將 後來海淳室是 冠軍派基隆的順序 去拿著這台疫情 今天早上 將人跟順都搭回來 基隆港 今天要知道 海淳室是特別強調 這不是夾齊 是因為這個順序頭頭打開 改正的主動加速 技術上要做動 不管他配合 回臺灣接受調查 才會發生這個軟性夾齊的狀況 南方海淳室順管 趕緊請求基隆 不過他在大陸疫情頂 做到軟性夾齊 嚇陷渡過五點半 我們的同仁 第一時間就有試圖 把這個船的操縱桿 拉回到空檔的地方 但是發現這一艘船 繼續在航行 那麼研判就是有 有設定自動作的進行 那這個自動作的主要的開關按鈕 它設在暗處 那麼第一時間我們沒有發現 南方是後經濟派出 空津地生機 還有政管大型南廳前翁 前翁志願 政派的特軍領館 還在來頂上 中午在十五個十八點十五分 成功把飛船帶到 雙方對立在頂上 我們海淳順管是連手機 有電擊棒跟均勒 當時又為了避免調動 兩者敏感關係 只好軟性好放 比創翁好見 不過海淳室順清 這次不是做到極致 我們處理這個事情 是以安全平和來做 第一優先的這個考量 那它這個船為什麼不停 因為它一直在跑 我們一直在做一個安撫的動作 不是我們的人被夾持 不是我們人被他扣留 不是這樣的 三十九歲四十年 在內高明大陸飛航 最后被隔到手口 載去六點到過六天 並且載去這隻兩百棟的 做任意好 不過海淳室順完未來 頂準檢查 安全控制律師事件還在發生 包括體型救援速度 得菌用情 還有將手口時期 都應該還在檢查 來確保得菌的安全 記者送我報道